Hi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俗話說的好 人要衣裝、佛要精裝 電腦要用殼裝 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知道 機殼對有一台電腦的重要性 而對我來說 一個好的機殼一定要具備良好的散熱性 能夠把零件的廢熱有效力的帶出機殼外 然而良好的散熱性代表有著高度的風扇擴充性 還有水冷支援性 而價格也相對較高 那有沒有機殼是能夠兼具散熱而價格不會太高的呢?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五款我覺得散熱還不錯 並且價格在1000元以內的機殼吧 那這次也挑選有幾個條件 基本上如果是採用老式的電源上市式設計 那就直接不納入考慮了 還有一些機殼雖然擴充度不錯 但沒給風扇的也可能不會列入 畢竟買來還得自己加裝風扇 所以今天介紹的這五款是我覺得買來可以直接使用 不用多加裝風扇也有不錯的散熱性了 那廢話不多說就讓我們開始吧 第一款是是伯通的統治者 價格為890元 採用電源下姿勢設計 主機板支援ATX規格 風扇支援度部分 前板支援一顆12公分風扇 後板支援一顆12公分風扇 側板部分由於沒有採用側套設計 所以可以裝一顆12或14公分的風扇 那原廠配備前後各一顆12公分風扇 提供了最基本的一進一排 如果不夠可以在側板多加裝一顆進風扇來加強風流 前板是採用網孔設計 我個人蠻喜歡這種設計的 比起有些機殼前面板都沒做開孔的 這種設計才有比較好的進風功能 以統治者這樣的散熱配置來說 對於一般文書配置的電腦是綽綽有餘的 那如果是要裝像是有需要額外供電的獨立顯卡 這種功耗較大發熱量較高的就比較不適合了 再來第二款是SAMAR的創始者 價格為990元 採用電源下姿勢設計 主機板支援ATX規格 風扇支援度部分 前板支援兩顆12公分風扇 後板支援一顆12公分風扇 側板是全側頭壓克力板 風扇原廠標配前面兩顆12公分藍光風扇 後板一顆12公分風扇 總共三顆風扇形成正壓差的風流 買來不用再多扣充風扇了 原廠已經配好配滿 前板部分也是採用大面積網孔的設計 可以增加進風量 內部採用分艙設計 可以有效隔離主機板和硬碟電源的熱 以創始者的散熱配置來說 要上獨立顯卡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機殼內部的空間也很足夠 前板的設計有預留空間可以裝240冷排 以990元這個價位來說 創始者展現良好的散熱CP值 再來第三款是AERO 300 價格為890元 採用電源下姿勢設計 主機板支援ATX規格 風扇支援度部分 前板支援3顆12公分風扇 上板及後板各支援1顆12公分風扇 側板可以裝顆12公分的風扇 風扇原廠標配後板1顆12公分風扇 內部採用分艙設計 那這邊要說明 雖然它只標配1顆後風扇 但還是推薦它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風扇擴充度很高 以這個價位來說 人家裝前板3顆風扇和散板1顆風扇是比較少見的 所以列出來給大家參考 以AERO 300的散熱配置來說 可以承受比前兩款更高的一些發熱量是沒問題的 那AERO 300也有提供車頭的版本 價格貴了100塊錢 再來第四款是德隆的Montag 價格為890元 採用電源下指示設計 主機板支援ATX規格 風扇支援度部分 前板支援2顆12公分風扇 後板支援1顆12公分風扇 側板是採用部分車頭的壓克力板 風扇原廠標配前面2顆12公分藍光風扇 後板部分沒有風扇 所以建議自己再加裝一顆風扇上去 這款的價位和散熱配置跟剛剛介紹的創始者接近 只是就沒有分艙平台的設計了 最後一款是我個人覺得今天這5款裡散熱最炫炮的 那就是銀心的RBX-01BAW 主機板支援ATX規格 這款機殼第一眼看到可能會覺得它很平庸 前板看不出任何大開孔會進風 風扇支援度部分 前板支援1顆12公分風扇 上板支援1顆12公分風扇 整體散熱看起來好像不太好 不過這款機殼誇張的是 它在底部標配的3顆12公分的穿甲單風扇做進風 利用煙囪效應的熱對流方式 將冷空氣從底部帶量吸入 再由頂部排出 而它的主機板安裝方向也跟一般機殼不同 後輸出部分是朝上的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把一般的機殼做90度旋轉之後的產物 讓前板的進風變成下方進風 後板的出風變成上排 這樣是最符合物理的散熱效率 以這個價位搭配這樣的散熱配置 我覺得是非常有特色 並且散熱效果絕對不差的 那以上就是五款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千元以內我個人覺得散熱不錯的機殼 那如果你是覺得有不錯的選擇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總結來說 如果今天的預算是1000到2000這個區間 那選擇性會多非常多 也有非常高CP值的機殼可以選 那假如你今天真的預算非常有限 但又不想取舊於散熱的話 那千元以下的機殼也是我不錯的選擇的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